歡迎大家回到雙健學院和大同小姨 頻道聯手打造的清潭節目 ViuTV 今集來到第二集 我們旅行說了非常久 但說了都說不完 今集會推介一些私心收藏的私物景點 跟大家分享一下 請回三位嘉賓介紹 Hello 我是Andy哥 Hello 我是子杰 Hello 我是慧妮 說了很多衣食旅行 各方面都說了之後 我們今集不如具體一點 實際一點分享 我們去過的一些旅行景點是特別的 或者至少肯定沒有障礙 大家也可以說一些中了房間的位置 去到國外 原來全部都去不到 看不到 走不到 我自己帶頭說 我推介一個比較近的 就是台北附近的一個野樓地質公園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 如果是野樓 大家不知道是甚麼 鋁王頭 大家應該知道是吧 鋁王頭就是石頭東化後 就變成了這個 好像一個鋁王的物體 其實是一個地質公園 香港也有很多地質地貌的公園 但因為保育關係 就是盡量不搞那麼多人工的設施 但我又挺欣賞台北那邊 你看到這裡 它是興建一些無障礙的通道 有些輪椅高度的介紹板 最重要是跟鋁王頭拍照 它特地在不影響地質的環境底下 它就起了一個波道 就是捱到鋁王頭 輪椅朋友也拍照 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是挺有誠意的一個景點 就是在保育和無障礙之間 其實我覺得是可以做到一個平衡的 其實台灣也有很多行山 郊遊的無障礙的報道 我覺得也做得挺好 子健是否在日本也有說說 去這個日本大阪公園去看櫻花 剛好四月份 櫻花盛開的時候的季節 要播放櫻花樹下 是的 在櫻花樹下拍了幾張照片 地上還鋪滿了櫻花帆 然後後面其實有一條河流 再配上碎石拍照 哇 災愛桃園 但是我想推介在大阪附近的京都 京都說的名字都知道 應該就是古城 所以很多古籍上 其實它未必真的可以做到所謂無障礙 但是我深刻印象就是 去京都應該一定會去一個地方 叫清水寺 是的 雖然它不是整個清水寺 你都可以留意去到 但是我想有一半範圍 你是留意去到 它就是要怎麼解決呢 很簡單 它就是起反斜度 但是那個斜度 它又不會很突压地 你拍照或者參觀 你不會很覺眼它是很影響到 那個古蹟的景觀 我最怕就是一個城樓 突然有一個顏色的電梯放在 那就是完全穿越 破壞了那個氣氛 所以我對這個清水寺都很深刻印象 我記得我去馬來西亞的吉隆坡 那裡有一個很出名的 大家去馬來西亞都應該其中一個景點 叫做粉紅青春寺 粉紅青春寺 是的 它的名字是因為它整棟建築都是粉紅色 其實是很無障礙的 輪椅是方便進去的 不過可能女士進去的時候 要遵守他們的規矩 這樣包著頭 不能穿得太暴露 那些情況 還有好像要赤腳進去 是的 要赤腳進去 但是你坐在輪椅上 怎麼算 坐在輪椅上 你最多都是脫鞋 坐在輪椅上 都要脫鞋 都要脫鞋 就可以滾進去 慧玲有沒有推介景點 我這次去東京 因為我去了三次 第三次坐輪椅去 我這次去了一個 溫泉浴場 只要進去 包園萬有的 你吃東西的地方也有 你坐在看電視的地方也有 又有賣東西的地方 我們坐輪椅的都要去到 但是又好像一樣 進去的時候 你的輪椅要泊在一邊 去幫你保存 然後你就要坐他們的輪椅 那真的買到溫泉的時候 在輪椅上 你也要走下去 我都會用拐掌 拐掌走一步 但已經很好 因為你不用走那麼多路 已經賣到很近 因為那間很大 而且你吃東西 你有一輪椅 類似食物 你可以賣完食物 今次坐在那裡 我又再說一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知道有沒有球迷 或者有沒有我們頻道 另一個節目 奧鐵福放台的粉絲 如果是看球 多了一點都會想去自己 愛隊的主場 看一場主場的賽事 我自己就 一吃飲的時候 我就去過 蜘蛛斯特 看這個 我是蜘蛛粉絲 在奧鐵福球場 我不是坐在那裡 我對無章外的要求不是太多 但我入到球場 我都特意留意一下 他們如果輪椅的球場看球是怎樣 我發覺其實歐洲 好像蜘蛛的頂級球場 其實他們的無章外設施 真的做得不錯 一樣有很多輪椅比例的位置 當然他未必坐到很漂亮的位置 可能在矮少少 球場邊 或龍門邊 角球旗的位置 還有蜘蛛斯也非常多 我們有些相片拍出來 有很多蜘蛛斯 還有萬年子 本身有些蜘蛛朋友的基金 視障也可以看球 視障有一個全譯的口述廣播 這個也挺有趣的事情 我去西班牙 馬德里 黃馬的主場 其實那邊 班牙床場 也是有些無障礙的設施 另外 上一集 你也說過 近年也說過 其實 撐自己的朋友 是否都可以去海灘 不要在地下水 就是讓朋友逛逛 我們香港 都是海灘支援很多地方 但似乎這方面 我們真的有點欠缺 我想大家都坐在輪椅上 很少去沙 我去巴翠龍南 有一個位置很出名 就是連續九個海灘 九個海灘 就是連續地下 一個很長的海岸線 那邊 那邊 他真的建了一些路 真的可以讓你 是硬地來的 就是走到沙灘出少少的地方 就是享受海風 享受螢光 這個不是觀塘 對 大家不是覺得這裡很左邊 對 我不知道誰抄誰 這個要先看看是誰 但我去到觀塘 我覺得這裡就是巴翠 這裡就是觀塘 這個就是 有我去過一些景點 反而是大失所望 就是我很想去那裡 就是幸運了很久 去到發覺 雲野是完全走不到 玩不到 看不到 通常都是避了不去的 但是反而 都做好功夫 反而有驚喜的就是 我曾經去過台北的一個金礦 我以為金礦 九份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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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聽名字很難入 是 我以為很難入 但是原來 沿路都是一些無障礙的設施 真的有一塊金 放在那裡 就可以讓你捉 摸 導遊說 如果你搬得動的話 你也可以試搬 我自己很驚喜就是 剛好十年前 我跟港台拍攝 宣揚平等機會的電視 我們便去北京 我也沒有想過 我入到故宮 故宮這些太出名的世界遺產 其實真的不可以輕易移動設施 或者做改動 但我也發覺 他也在故宮內 都加了一些斜路 而且他竟然在故宮內 都可以在這裏 暢東如大洗手間 但我不進去 因為我不是真的有需要 我免得拍照 就去攪照 但我看到 也覺得挺驚訝 大家知道這些級數的景點 真的不愛煉獄 因為你可能會被除名 即是會被聯絡 教科問組織脫了這個名字 你改了太多 反而不可以 你打算是做福人群 反而是不可以的 所以我也是挺深刻印象的 另外我也要提醒 歐洲很多古城 真的非常漂亮 例如我去到布拉格 布拉格是非常漂亮的 這個叫千塔之城的地方 而且有一個古城 整個城都申請了 整個城 整個椅子都申請到世衛 就叫古武洛夫 但去到這些地方 大家真的要記得 因為剛才我所說 它全部都申請世衛 所以基本上沒有武裝設施 原汁原味保存 一千多二千年 全部都是石頭 但我不是開玩笑 我在古武洛夫 我真的看到 歐洲那邊的鱗魚騰鱗 我看著它在推駕駛 在石春路上走 它們真的照行 很厲害 另外還有一個很深刻印象 就是我在巴士隆拿 很出名的聖家堂 目前世界上唯一 在建立時 已經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即是當地著名的建築藝術家 高帝先生的遺作 聖家堂 它現在還在建築 它還有一塊地盤 據問它說 不知2020年就建築了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 這個聖家堂 輪胎基本上是可以進入地下 但不能上去 我打算我能上去 我都買了 在網上已經已預預訂了 但當地我都不讓我進入 他不讓我上去 我只能夠在地下貪官 他不讓我上去 你上去後不能下水 沒錯 我和他爭論了一段時間 我可以照顧自己 我可以走樓梯 為何都不給我 因為我真的很想上去 山上水燕 這麼出名的建築物 而且你上到上面 有些雕刻 雕像是真的上去才能看到 所以拗了一段時間 他也是很堅持地讓我上去 沒辦法 我叫我女朋友上去 我女朋友上去之後 他回到地上時 幸好你沒有上去 他有先見之明 因為上面你見到這張照片 其實上去的路都是這樣旋轉 很高的轉路 非常窄 非常斜 而且很高級 而且說真的 單程路 只能在這邊上去 從這個頭上走 大家看完 從這個頭上走 如果你想在衝突反悔 是不能反悔的 你一定要走光 而且是單方向走 而且想找別人救你 其實都很難 因為超窄 所以有些景點就是 即使你事前看過 以為自己行 其實他也可能不讓你去 這個就真的要留意一下 你吉爾吉思那次去做甚麼 吉爾吉思那次去台山 其實都很難忘 北京我上次去了公園的3300米 其實那次我去後 下山後都很感動 真的沒有想過這麼大個兒子 竟然可以去到這些高原的地方 但想到3300米 有沒有高山的反應 我沒有 你年輕人真是理會 通常年輕人反而會比較多 或是平時做運動 反而會有高山反應 以我所知 我試過去3400米 3600米 找青藏 我又是覺得很舒服 反而我身邊的團友的頭痛 即是蹲下起身邊頭暈 我就完全沒甚麼 希望我們這幾集 都和大家分享了很多旅行的樂趣 希望大家可以快點 可以有得真真正正地去旅行 最後問大家一個問題 如果真的可以完全恢復正常地去旅行 你們最想去的地方是甚麼 Andy哥 馬上說 其實我想去日本東京 東京 約定你 紫健呢 瑞士 嘩 真正 開來這麼正的地方 惠玲呢 我呀 我反而想去泰國曼谷 因為我知道他新起了那些 會否可以去到一些景點 試試他們的新事 我自己也是想去東京 我約過來去 我想看看奧運後的無綜合設施 有沒有全新的改進 因為日本做這些都特別好 希望大家這個夢想快點成真 如果你們有甚麼心水推介的 旅遊景點或旅遊經歷 都可以在我們下方留言 記得給我們 還有分享這條影片 給更多有興趣去看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們兩個頻道 訂閱汪牛仔的頻道 還有按下我們的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最新影片 我們下一集有全新的題目等待大家 下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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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